如何投资赚钱一直是华人关心的热门话题 不过最近股市还有会市相当动荡 让许多人相当忧心 因此美新华人学会特别找来了四位财经专家 要在本个星期天23号举办学术研讨会 为民众提供财经的建议以及解答 第一点就是说你怎么样子降低这个不确定性 这不确定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 我们在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话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 但是我们能不能把它降低 争取这个可预期性 这个想是说我们最大的目标 要做生前信托的话 如果有一天发生了万一 你的财产要经过要继承 要让你的下一代继承 或者让你的继承人继承的话 第一个要先经过法院的这个遗嘱认证 遗产认证的时候需要probate probate proceeding 那那个是一种很劳民伤财的程序 OK 那一拖可能拖过两三年 不知有专家建议投资人如何保本活动 还请到了银行外汇的顾问廖显宗 以及资深的资产评估专家 官还佳因分别的分析会市 还有房地产市场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本周日23号下午2点到5点钟 到洛杉矶的华教文教中心才免费的参加研讨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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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